那我們如果有元祈法的正觀呢 這個法生的時候它是有 這個有是怎麼樣呢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所以呢 因為我們過去起或昭夜 此有故彼有 我現在有了 此生故彼生 因為過去貨業敢得我現在的生 我們不會生起無見 這個不會生起無見呢 是元祈的無自信的有見 它是無自信的因緣合合而生 因緣合合而滅 因緣合合而滅 那一般人看到法滅的時候會生起無見 沒有了 但是呢 我們有元祈的正見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不會生起有見 不生起無見 不生起有見 不落入有無 我們就怎麼樣 離有無 住在中道 我們就生起元祈的中道正見 那這個也可以說是 元祈本空 元祈信空 元祈中道 那這裡所提到的元祈呢 我們把它歸納一下 如果把它簡單的說 為什麼叫做元祈 元祈就是因此而有比 因此而有比 就是 有因 所以有什麼 有果 元祈而有比 因為有因 所以有果 如果說我們反過來說 果的存在是因為 因的關係 你的存在是因為 你過去造的因的關係 所以 每一個人都一樣 果的存在是因為因的關係 互相相待是這樣 這個果的存在要存在多久呢 十歲 二十歲 三十歲 五十歲 七十歲 一百歲 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比如說有人三十歲 果的存在是因為什麼 因的關係 所以他活三十歲 因為他造了什麼 造因的時候 他的業力感得 現在他生三十歲 如果他活七十歲 果的存在 跟什麼有關係 因有關係 所以 有人活三十歲 有人活五十歲 活七十歲 應該也是 剛好而已 為什麼剛好而已 因為果蟲怎麼樣 果蟲陰生 果蟲陰生 所以你如果很長壽 長壽就讓他怎麼樣 長壽 果蟲陰生 如果你短命的話 因為你也沒辦法 因為過去你造了這樣的 但是他是可以改變的 些許的改變就是說 你可以造一些善業 讓你現在的生命更好一些 圓滿業是可以改變的 圓滿業 比如說很窮的人 他造作這個布施 他可能現身的業力 或許些許會改變 改變之後呢 你對這一生的生命呢 就會有增上的作用 好 所以呢 緣起呢 因此而有比 那你的比呢 也是從此而來 所以它叫做此 此故比的關係 有沒有 此故比 以的存在是由於假的存在 果的存在是由於因的存在 沒有因就沒有果 所以 緣起觀 看起來有點複雜 但是他很簡單就講兩件事情 因跟果 難不難 不難 但是我們常常會陷入在煩惱當中 就是我們否定了誰 我們否定了因果 你跟誰作對 你跟因果作對 你跟緣起作對 是嗎 你為什麼要跟因果作對呢 你為什麼要跟緣起作對呢 你只要正見緣起 你跟他合作 跟他怎麼樣 我我所 見到緣起你就見到什麼 見法 見法 見法就見什麼 見佛 所以 今天如果我們見到了緣起法 我們就見到誰了 緣起法是佛的法身 佛還有一個身叫做色身 色身就是那個 在印度的那個色身 那可以讓你解脫的是色身還是法身 法身 色身呢 我們要見到佛的法身 只要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那我們比較喜歡見佛的色身還是法身 如果給你選擇的話 法身 法身 如果選一個的話 以前是色身 現在是法身 法身 當然兩個都見到當然是最好了 好 那我們總歸前面呢 其實他的緣起的法則呢 他說說明諸法的互相一代而有 你自己本身的因果關係也是一代而有 你跟別人也是一代而有 好 都是一代而有的 有辭法的存在 才有筆法的存在 有無名的存在 才有行 行元事 事言明色六路處 受愛去有 生老死的存在 是因為 此故筆 有辭法 故 有筆法的存在 有辭法的生起 才有筆法的生起 有煩惱的生起 你現在在生起煩惱 你會感得此故 比你未來的輪迴 所以呢 我們與其要 生起煩惱 與其要生起煩惱 不如生起什麼 不如生起智慧 對不對 與其要輪迴 不如怎麼樣 不如解脫 但是這是一個道理啊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眾生 他要去攀原於五欲六成 為什麼不來學習佛法 佛法這麼好 知道的人這麼少 知道的人這麼少 你看佛法呢 簡單的說就是知因果嘛 那知因果 知道以後內化到內心 把它實踐出來 自利利他 自利利他呢 去幫助別人 自己也得到利益 助人為快樂之本 我們去幫助別人 又可以得到快樂 這種事情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我們要好好學習佛法 自己好好學習佛法 體悟佛法實踐佛 再把佛法呢 告訴廣大的苦難的眾生 好 那 緣起呢 他也告訴我們說 緣起是無我 那 緣起無我呢 是佛法的政見 如果說有人說我 這個我呢 不論他怎麼說 怎麼包裝 他有一個聖意我 世俗沒有我 但是有一個聖意我 這是錯的 或是叫做不可說我 這獨子不說的 或是有一個真我 那個真我呢 就是上帝 有這個真我 神生一切 或是呢 有一個依實立假的我 這完全是不瞭解 緣起 當之如是人 不得佛法意 你就入寶山而空守回 所以佛法呢 他要讓你體悟一件事情 緣起怎麼樣 無我 這個 我們這個我只是因緣和合的 就像我常常做的批評 如果說我還沒有解脫 我希望我生生世世 我都當出家人 生生世世都當出家人 修行嘛 修行可以自利跟利他 比如說我這一次 我的名字叫做安慧 下一次叫做安全 第三次叫做安心 那到底是安慧是我 還是安全是我 還是安心是我 在緣起第一次我叫安慧 站在緣起來講 第二次我叫安全 站在緣起來講 我的第三次叫安心 緣起有我還是無我 緣起是無我 所以你現在也是緣起 你有只是一個假名安利的 一個名句文的名稱而已 緣起是無我的 那中觀在講緣起呢 就講得非常好 在有部來講 他說緣起法是有為是因 在大眾分別說是說系呢 他說緣起是無違法 是因果的理則 他是一個理則 那中觀呢 他把世俗跟聖義 把它融通無礙 那他說 中觀的緣起說是世俗跟聖義的無礙 中觀用八部緣起 他用八部緣起 不生不滅不長不斷 不依不義跟不來 不來不出不來不去的八部中道 這指我們對生滅 對長斷 對意義 對來去來出的 這種錯誤的認知 他從生滅的假有無死 顯示不生不滅 從生滅當中去體悟到他的不生不滅 從聖義來講 不生不滅等 他是緣起法的本性空極 我們如果能夠體悟到緣起法生滅 就能夠體悟到他的本性空極的不生不滅 那所以從聖義說 不生不滅是緣起法的本性空極 從世俗來說 這是緣起法呢 他是怎麼樣呢 他是幻象無始的 我們現在 我們都生在這個 因緣法當中 緣起法當中 一切有為法呢 都是幻象無始的 我們生活在有為法當中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路易如電 因作如是觀 這是從感性來說 從理性來說呢 就是這裡的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此物故彼無 此滅故彼滅 所以 理性 事項上 它的內容 無明緣形形緣事 四元明色六路 促受愛屈有 生老死 佛法的說明 可以感性 可以理性 但終歸 它是在說明 因果關係 我們如果能夠正見緣起 就能夠提悟到佛所說的法 佛呢 在菩提樹下 提悟緣起法 在金剛座上 提悟緣起法 提悟緣起法性 創覺緣起法性 而解脫 我們這一節呢 是在說明 第二類聖者 圓絕 聖者呢 他的修行的主要法門 就是這個十二元起 那元起法呢 它也是供三聖修學的內容 三聖同入無於涅槃 體悟的東西是一樣的 大聖法 再加上這個三聖 那我們在前一節 講到的聲文的修正法門 這一節講到 圓絕的修正法門 下一節呢 我們就要說明菩薩的修正法門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所 además的一個個移動不算 在這一個個移動不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中文字幕志愿者